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 走进唐诗就像走进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诗词引唱与赏息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好 我是美云 我是云翔 云翔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哪一首诗呢 今天我们要赏息跟吟唱的是 诗仙李白的一首五言绝句 《夜思》 诗仙我知道啊 李白现存在诗的诗文有一千多篇哦 《夜思》这首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五言绝句 我先来念念 《夜思》作者李白 这首诗是说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到床头前一片明亮的月光 以为是地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看到月亮高挂在天上 脚结的月光不仅是我低下头来思念我的故乡 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周灵慧博士 周博士对于唐诗吟唱非常的投入 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跟整理 今天我们请到周博士来跟我们示范 唐诗是怎么吟唱的 欢迎周博士 欢迎周博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灵慧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夜思 作者是李博 各位你会觉得我念得很奇怪哦 叫做夜思 叫李博 我们通常李白也可以念成李博 夜思 这个思念成思就是怀念的意思哦 可以念成思 不是思 不是思 好这首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名诗哦 2015年3月21日 世界诗歌日联合国选英法西班牙阿拉伯苏联中文的诗 各一首做成邮票 中文的诗就是选择这一首夜思 可见他的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写的是床前 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我想没有人不会念 我觉得好像三岁小朋友也会念哦 这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诗哦 我们同样来给他吟唱看看哦 窗前 窗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榮 低头光明月 低头是故乡 低头是故乡 谢谢周博士 美云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首《妙诀古今》的诗 这首诗没有奇特的想象 也没有华丽的词早 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描写思乡之情 但它却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千百年来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哦 诗的第一句说到了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床前 带来了秋天夜晚的寒意 诗人虽眼朦胧地望去 好像是地上铺上了一层白白的霜 可是呢 再定眼一看 这不是霜的痕迹 而是月光的颜色 这样不免吸引他抬头一看 哇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 而秋天的夜空是如此的沉静 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秋天的月亮分外的光明 可是他又是冷清的 对远克他乡的人来说 最容易触动思乡的情怀 是啊 诗人凝望着月亮 想到了故乡的一切 想到家里的亲人 想着想着 头就低下去了 渐渐地进入了沉思 嗯 从诗里的疑似到举头 从举头再到低头 表现的诗人内在的思想活动 鲜明地勾勒出一幅 生动的月夜思想图 这首诗短短的诗句 虽然内容单纯 但却是丰富的 它很容易理解 但是却又让人万味不尽 我发现啊 诗人没有说出来的 比他说出来的还要多得多哦 而且脱口成诗 浑然天成 真不愧是 妙诀古今的一首好诗啊 好 我们现在同样 请周博士示范一下 用和洛话来吟唱唐诗 那我们同样可以用 敏南语给它吟唱一遍哦 从前面挂公 既是地上山 好 各位可以自己慢慢的吟唱 慢慢的把它花灰 可以迎自己 喜欢的吟调都可以的 中国的诗词 吟调没有一定的 没有一定的这个词谱 可以用你喜欢的样子 喜欢的词谱去吟它 把你的表情 把诗人的感情 全部吟唱出来 好 今天就给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周博士 原来古代诗人吟唱诗 是没有固定的词谱 完全是抒发情感的唱法 听众朋友 你也可以自己吟唱看看哦 是啊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也非常谢谢周博士 来跟大家分享和示范 谢谢各位朋友 也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谢谢周博士 谢谢周博士